你是什么时候正式搬到旧金山的 太久了 92年 那时候你刚来的时候 还是挺大的变化吧 这景象 你要按国内的标准来说 就没啥变化 对 国内变得更快 对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就会看那些 垮掉一代作家们的书 这种花园里 所以我特别的感受 而且我希望那种更 叹几点生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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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旧金山是非常嬉皮 是啊 对 对 但整个气氛变了 因为我是很喜欢那个1960年 那种美国 那时候等于这是一个中心的 对 就你到这里来来看他们什么 作家阅读什么 我不太来 我主要来看书 对 看书 我好久没进去了 是吧 对 好久没进去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看他们这个 对 我喜欢这个年代的紫困号 出一本诗集会被宣判 真是 然后这创始人现在正好100岁好像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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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老公的病人 真的 对 对 所以他也是城市的icon 对 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还想反抗 想吼 对 想这样 因为现在不想了 现在没人想 吼就要吼 你说这些能量都去哪了 这些能量都 都发生在每个地方 散发掉了 因为他有太多的可知处 我们已经走过了 就这家是吧 对对对 餐馆不是就在这吗 你喜欢这种潮湿的天气吗 挺喜欢的 这个让我感觉好像有点回忆 有点 你想过吗 比如如果当时没出国 那命运会怎么样 我不可思议当时如果没出国的话 不可思议 就透露式的表达 我当年是完全接受的 我也是在舞台上朗诵 我应该怎么站着 或者应该怎么拿着 我也会 我也是那么做的 潜意识里面 可能知道我是生活在一个大舞台上 我平常很少去想他 那天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 叫Irish 是不是 对对 突然的勾起了我 因为他移民是从阿尔兰到纽约 那至少他语言还是通的 人种啊什么 还是 还是白人 还是白人种 还是这样 我是一个文革当中成长出来的孩子 一架飞机突然间给我撂纽约 所有的价值观 对错 一下子都没了 然后所有一切熟悉的 这种思念 这种牺牲是很大的 嗯 这当时中国还有什么意义 让你特别的留恋 除了亲人 除了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特别的强烈 一种集体主义吧 嗯 因为美国是完全个体化的 那种孤立的 那种非常孤立的 原子化的 完全个体化的 对 因为你要突然间负起责任来了 嗯 集体主义 有一种安全感 嗯 所有的对 是上面交给我的对 嗯 所有的错 是上面交给我的错 那要用自己的良心 去做分析 自己的良心去感受对错 这完全陌生的概念 嗯 我当时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嗯 我不知道个人意志是什么 但是这个其实是人应该有的 嗯 没有自我意志 很难有道德底线 嗯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良知嘛 对 你没有办法担当 你没有办法担当 您自己觉得什么时候 慢慢真的建立起来 你所有的个人意志也好 慢慢真的开始成熟了 需要花了多长时间 嗯 很难说 太漫长了 那个回忆起来的话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那样 嗯 一切好像要从头开始去学 嗯 所以这个痛苦漫长的过程 那种有很多是内内在的 内心的东西 中间有特别动摇过吗 就放弃回来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真的觉得因为感情上这种痛苦就改变自己的决定没有过 没有过 嗯 你是那种 你是那种就是live in the moment那样的人吗 那种 那种 我希望是 嗯 我的理想状态是这样的 理想状态是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做到 嗯 其实我挺固守的 嗯 所以我说我到美国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留学生就科技这方面的或者什么跟我同代的 嗯 他们其实融入的比我快 嗯 因为他们的语言比较相通嘛 那种技术语言或者什么语言 对 他没有对 一个祖国的概念 嗯 有一种象征性的或者情感上的分析 因为我在考虑价值观啊 嗯 我在考虑某一种文化上的什么呀 嗯 啊 负担就比较重 所以很难让我放弃 嗯 我当时出国的时候还没钱看电影 等到我去电影院的时候 看的是 Chair Zafaya 啊 我特别爱这部电影 你等 Chair Zafaya 特别特别特别 然后我就知道说 那个英雄人物是这样来表达的 嗯 就是说在表达一个英雄的时候 你不能去抹杀他的人性 嗯 然后慢慢的我也看到了许多就是对人性本身的肯定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生命力 而不是一个空大的口号 比如说那个 Chair Zafaya 里面那个里面有两种信念嘛 一种是宗教是他一个 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了某种人的那种拓展 我可以跑得更快 我可以更辉煌 那种挺希腊式的这种东西 这两种信念哪个对你更有吸引力呢 都有吧 都有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可能更是作为一个人吧 个体的这种丰沛性各种 作为一个人对 你看那个Emily Erhard 那个那个女飞行员 嗯 为什么她至今人们还在想着她呢 她没有说我是为了航空事业 我要冒这个险 我要做一件勇敢的事情 独自一个人要怎么样的 没有 她是一种非常个体的冲动 对天空对航空的一种激情 一种偏好 其实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人 是最有创造力的 我喜欢那些没有实用性的激情 就是对人性本身的 对人本身的一种拓展 其实当然小花这么打动人 其实也是某种 对更本能的人的情感之间 那种表达是不是 一下子 对当时小花的表达 的确是跟其他的 之前的叙事完全不同的 对叙事不一样 她很模糊地给人带来的 这种渴望向往和爱吧 有一种爱 当时拍的时候 对刘小庆什么印象 19岁的时候 其实呢 当时呢 其实我进组的时候才17岁 我是在小花祖过的18岁的生日 所以她不怎么才带我玩 她就把我当孩子 没什么可多跟我聊的 我就觉得羡慕她 特别羡慕她 很好爽的个性 会唱歌 会弹洋琴 这都是我不会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她老有午餐肉吃 就特别羡慕 就特别特别缺吃的嘛 那时候而且我特别的馋 一顿能吃四五个大馒头 特别馋 然后羡慕的不行 或者说在一个剧组里面 突然之间在几个月 或者一段时间里面 彼此间的感情迅速的加剧 然后突然又都散去了 这对一个人的情感的考验 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说真的每个小的时候 每次离开摄制组 那种惆怅 根本不是一个少年应该有的 当时离开小花组的时候 我也记得挺清楚的 就觉得是大病一场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这次拍的也是少年的电影 我真的我看到他们道别的时候 我太理解了 当然其实这个就是一种 马戏团式的生存方法 现在有手机有网络了 你还可以说去关心到其他事情 过去没有 你的全部的人就是在这个组里 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了 世界上就这几两三百人 这就是全世界了 那就是这样了吗 当年大班引起的争论 你还会不舒服吗 不会早不会了是吧 就好像看别人一样 对像一种别人的人生 对好像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目前为止你演过这么多 哪个角色让你真的是觉得特别难 特别有挑战性 特别有挑战性的 都是特别烂的角色 烂破角色的挑战性可强了 那说说看 你怎么演啊 你怎么演你才能不让自己无敌自容 比如吗 能说吗 这个我都记不住了 我演过好多烂戏 好在就是说做演员的 你演烂戏人家没看过 因为那些烂戏没人去看 比如你自己想起来 你演过这些烂戏 你内心什么感觉 我心里特别咯噔一下不舒服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人嘛 包括你演那个 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其实 Home Story Oh Home Story Home Story 对对对 里面那个母亲的角色 对你来说 你演她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导演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 给了我剧本 我看完了 我见她 我说呀 我说真没见过这样写母亲的 我总是想给她一个赎旧的价值 我总是想希望她有所认识 但那个导演 因为她讲的是她自己的妈妈 她无法给予这个 然后她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把这个角色承担下来了 她说她妈妈不识字 就是要想象一个完全不识字的 一个单身的女人 曾经在风流场所工作过的 带着儿女一个人 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她有多少生存的方法 和她的这种个性 所以她就跟我说了这一句 这个人 她妈妈不识字的 我就觉得一切都好像 可以把它翻译成某一种东西了 其实我那篇最明显感到说 那种生命力太动人了 那种东西 她必须这样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其实就是这种希望让她动人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力呢 我也不知道 我经常觉得没什么生命力 但看起来这么有生命力 你想你这三四十年的这个时间 换过不同的地方 或者做不同的尝试 生命力很惊人的 活了好几辈子似的 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学吧 文学区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你刚才说的 确实是很文学的部分 年轻的时候读书量很大 其实特别爱读书 就记得如果是拍戏的话 我会一个人在房车里面读书 因为我生活经历有限 就是你不可能去把这些生活都活一遍 对吧 好的小说 它能够让你体会到人格人性 和人的一种梦想 它会更有感染力 比生命当中的似乎更有感染力 因为它浓度更大嘛 我看到这些酒就挺开心的 像那个书店鸽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 有一点这种感觉 给你带来不同种类的淤泉 对 陌生的滋味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 那个安德森林的日记的 是80年代吗 还是在晚 很年轻 我有一段非常需要书的 时候来美国之后那段时间 很大的一个陪伴 慰藉 太困惑了 总觉得可以找到一些什么 我就是 就是说我最近找跟老公之间的 那个传真交流吗 我那时候在拍那个红玫瑰白玫瑰 那正好奥斯卡邀请我回来颁一个奖 然后我就传真 我就发现了那张传真上写着 请你给我带这个以下这几件东西 可能有五个东西吧 后面三个都是书 我看见这个我才想起来说 真的是需要 就是这一个表格里面多数是书 对 你说的从没有白玫瑰 张爱玫瑰对你有吸引力吗 你觉得 有 有 他有很多人与人之间信誉的感情 而且不是那么sentimental 不是那种 他挺硬的其实 对对对不是那种煽情法我最过敏那种煽情法 嗯 哇 那种那种 好美 哈哈哈哈哈哈 哦哦冰沙 Yay thank you 嗯 蛮好吃的 但是我更向往那种真的是那种伟大的人格 那种道德的勇气 那种约翰克里斯多夫 嗯 就还是英雄主义 理想 理想 其实这个就是挺挺厉害的一个东西啊 你想一想啊 一本法国老书 能够在中国当年的青年当中引起如此的震撼 对啊 我觉得这种英雄主义很浪漫的这种东西好像什么时候开始就消失了 就大家好像对这种personality不感兴趣的这种character 其实罗曼罗兰自己就很像这样 嗯 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 是 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 他会不会觉得哪有这样的人啊 嗯 前后左也找不着 嗯 但其实存在过 嗯 他一定在 嗯 只不过就是现实的价值 没有把这个东西衡量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嘛 嗯 其实我说拍英格里斯 嗯 我要讲的也就是这样 嗯 我要讲这样一个人 嗯 嗯 Integrity那种东西 对 有这种moral power的人 对 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缺乏一些 嗯 但是我向往他 嗯 所以才会在电影里想去拍这样的人吗 嗯 其实我我丈夫有点这样 嗯 也就是说他他他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此 嗯 你觉得乱讲的话 在这么像这么一个世俗标准 这么无苦不入这么一个时候 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去保持他那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 他他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孤立呢 你觉得 就是 你不能说我有理想 我坚持一个信念 我就是一个英雄 嗯 自我牺牲的一个精神 嗯 就是他是可以舍弃的 嗯 那所以才叫英雄嘛 那要不然我也有理想 嗯 可我不个英雄 而且不被世俗规范影响真是太难了 所以你要独处呀 嗯 就是说你去迎合的时候 你知道你在迎合 这也还是可介绍的 对 你subconscious是不得要之法 也不能太要求高了 对吧 嗯 那比如说你知道自己的迎合了 你会讨厌自己吗 你会 会呀 嗯 所以我迎合的时候 总是不够流利呀 真的真的 我自己 我自己都能观察到自己 嗯 就 就那个自己在看着呢 就直摇头 嗯 刚才你说你看到这个 这样照片相遇 那时候你觉得他已经经历过很多故事啊 苦涩呀 然后你说你再碰到他 你觉得都会过去 没 你现在看他 你觉得最多的苦涩是什么呢 脸上 他有一点 在有一点挑战性吧 眼睛里还是有一点 就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这张有点 拧的劲儿 对 其实生活当中的确其实也有过很多 嗯 苦难 但是呢就是说是我 就是一个坚持要 嗯 保持 纯真的 天真的 嗯 那些烙印是打在另外一个地方 嗯 它不是不存在 嗯 但是 不会影响胃口 嗯 那咱走 好 咱们走吧 比如说你那时候等于去美国一个很大的culture shock 其实你现在回到中国 就中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会给你一种新的culture shock 对今天的年轻人我有很多很欣赏的地方 我其实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聊 嗯 其实就是年轻人还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 嗯 他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某种意义上更个人吧 跟 对 那之前的更集体式的不太一样 嗯 那他们的弱点是什么呢 你觉得 普遍性的 如果有的话 嗯 他们 挺奇怪的 就90后那种好像是追求更真实的一种东西 authenticity 嗯 嗯 不愿意为你做太多的戏 嗯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中国最好卖的一个软件是什么 美图秀就是什么 修 修图的是吧 对啊 对 所以真的是失去了生命当中太多质感 因为一切都很光滑 一切都可以 P图 PS PS 对不对 PS 一切都可以 把它的粗糙的质感去摩擦掉 嗯 它是另外的一种关注 嗯 它是它是通过了一层 磨光了以后对另外不是生活本身的一种关注 嗯 这一层东西肯定影响创造力吧 嗯 还有一层影响创造力的 就是你时时刻刻的在被预乐着 嗯 你的头脑 每一秒钟 都在被刺激在某一种色彩的变化 嗯 光线的变化 消息的变化 短暂的那种小小的刺激 嗯 所以你没有机会去觉得单调 嗯 创造力必须要单调 嗯 就是它是独自单调 特别闷的情况下 它必须用想象力去去去弥补 嗯 就是现在的这种手机生涯 就是现在的这种手机生涯不是特别利于我们去深思 嗯 包括你说 你想起外婆外外公他们的那些人 你在看他们都是什么有什么对什么新的感觉吗 他们像 我觉得真不容易 看他们老一代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嗯 我外公他其实不是什么优越的家庭出生的嘛 他自己的好学啊 勤奋啊 使得他能够到英国到美国去得到这样的成就 然后回国有这样的成就 他的那种激情对对科学的激情 嗯 他从英美回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梦想研究鸦片受体 但他回国以后 战争当中 嗯 会有许多其他的需要 嗯 研究黄安药效去替代抗生素 嗯 解放以后要研究血系虫病的治疗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等待 然后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他英国原来的同事 嗯 研究出来了 就是这一份罪爱 他根本就是为他而生存的这种 嗯 就是而做不到 或者说 因为你们家庭等于其实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一个也是某种缩影嘛 其中有无数的遗憾嘛 就你们那种无数的遗憾 未遗碎的志向 就这些东西想起来 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就为他可惜 我觉得 嗯 就从他许多学生啊 和我读到的资料啊 啊 当中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嗯 然后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是忘年交 也许我 我 我希望认识他 嗯 我外公是自杀的 对一个孩子来说 你不懂 你不理解 没有人跟你提起过死这件事情是不可以说的 就让你去思考一些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 到底 到底怎么样一种生存条件是啊 你不应该接受的 嗯 他那么他那种无奈 你有什么特别的无奈吗 这么多年过去 可能这个就是要等到老透了 临死前自己会有一种总结吧 嗯 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觉得无望的时候 觉得想抓头发的时候 我会把他承担下来 我会承认他的 嗯 因为我觉得 我当时那么懵懂的时候 出去的这 对这么些年 我挣扎着的这么些年 他的确 拖宽了我的地平线 嗯 就是对整个人生的那种 啊 认知也好 对人性的认知也好 如果不出去的话 可能会比现在狭隘一些 嗯 嗯 我喜欢现在的视角 嗯 对 变得 更宽容 嗯 这种宽容 不是说是一种慈悲 这种宽容是一种理解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情感逻辑 或者说 就是emotional life 这种东西 那种 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比如说年轻时候很多挣扎吗 很多渴望 现在是什么 是平静吗 还是说 肯定是有挣扎的 人活着哪能不挣扎呢 对啊 嗯 嗯 肯定有挣扎的 嗯 我就属于 其实就是很多很多挣扎的 但是呢 嗯 没人知道的 嗯 别人看不出来是吗 嗯 对 我也不一定会跟 把这种 这种是你自己最隐私的东西 嗯 这种隐秘的角落里面 这个部分 对啊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人 他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释放出去了 的话 他不就拍不了戏了 嗯 写不掉东西了 嗯 嗯 你说岁月到底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岁月就意味着岁月啊 嗯 岁月还能意味什么呀 不知道 我问你啊 嗯 应该说吧 就是可以炫耀的东西 嗯 我经历于战胜了 嗯 那么多的痛处 嗯 啊 那么多身体上的疾病 嗯 嗯 头脑里的疾病 这是一个多么可吹嘘的事情啊 嗯 就不正跟你吹着呢 嗯 现在有什么 除了要完成电影之外 特别想解决的问题 特别困惑的事情 跟孩子们吧 嗯 怎么讲 可能也就是说我自己成长的年代 跟他们所成长的年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说我拍英格力是 有一部分 是希望他们回去看吧 嗯 让他们能够看到说 哦 是这样过来的一个人 嗯 类似吧 嗯 对 反正我就觉得我做的不好吧 嗯 嗯 那天 谢敬纪念日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就有的时候他 对他两个智障的儿子 有那么一种欣赏 嗯 让我回想起 自己 对女儿经常很严厉的去批评 所以我觉得他 其实很酷啊 他会说哎呀 阿斯今天把那个拖鞋给放回去了 放到鞋架里了 哎呀特别高兴 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雨伞撑开了 嗯 特别的幸福 就那种爱 很少有的 嗯 很纯粹 因为他没有望子成龙啊 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挣多少钱啊 要为我脸上贴金啊 为父母争光啊 这些错误的这种父母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也下意识的在我的孩子身上 有过我觉得 嗯 就是我可以说 很少啊 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让他们感受到了 这个就不一定 嗯 好 差不多 谢谢你啊 OK OK 好吧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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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树 就是有时候会走再往那个上面走 就会走到那边的桥墩 然后其实就是这个地方上去 就可以在树林里啊什么 你喜欢那种沉默有力量的东西 对 而且芝士芝 它从种子开始 简单的为了完成自己 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力量 那你觉得你是那颗简单的种子吗 我呀 Y7Y8 Y7Y8 今天约了我女儿 人家让她录一段小视频 说有一个什么戏给演 她想演戏吗 就喜欢想尝试一下 对 刚刚上菜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的孩子是可以当总统的 哎呀 这个全世界宽敞的在你面前 然后她越长越大 她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还是可以尝试的